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 生命纪第28章 47到48节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地 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 干渴 赤路 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 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饿夹在你的景象上 直到将你灭绝 今天在我们中间证到的是康牧师 他的题目是咒诅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看生命纪28章 不管是第一节或第十五节 都是一个重点 摩西在这里所讲的 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有福气 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有咒诅 这我们熟悉这个观念 也就是神是赏善罚恶的 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 希望能够讨论几个问题 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所以这种对以色列人的赏善罚恶 公平吗 公平的 神是公平的 这个律法固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告诉以色列人蒙福之道 也告诉以色列人躲避灾难 咒诅之道 蒙福之道就是听神的话 躲避灾难就是不要违反上帝的话 这个固然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是 甚至整个圣经是对基督说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 上帝的律法同样也是给外邦人的 上帝的律法 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律法的功用写在外邦人的心里 所以不管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民族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人看 他可能是无知的 不认识字的 可能是精神有问题的 可能是痴呆的 可能是智商只有二十的 三十的 但是只要他是人的话 神的律法 刚才少卿讲的 神的美好的律法 就在他心里 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 神公平 外邦人虽然没有成文的律法 没有实戒 没有旧约圣经 外邦人包括我们华人 我们也有上帝的律法的功用 写在心里 那么人照着这个律法的功用去做 就蒙福 不去做就受祸 没有人可以说他不知道 神都让他知道 罗马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里尼人 我之所以要读这段经文 因为我们平常躲避这样的经文 我们会读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的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这个我们会读 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里尼人 这个我们也会读 你行善 上帝祝福你 这我们会读 事实上 现在教会跟世界很像的就是 我们连行善都不讲了 上帝就是赐福 神充满了慈爱 这个世界越来越多 不要讲咒诅 不要讲灾难 只要讲福气 不要对我说不吉利的话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 不要对我说不吉利的话 要对我说平安的话 我觉得正是这个世界的灾难 越来越多 我们躲不掉 所以我们就希望 用心理作用来躲掉 上帝是赐福的 后现代的 还有教会 很多人都喜欢讲 我们不要讲善恶 神反正都是爱我们的 神普爱众生 想得很好 很理想 但是不合圣经 神不仅是有愤怒 而且神把愤怒 将苦难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圣经不怕讲这样的话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 圣经真的不忌讳 不像我们会忌讳 不像我们会怕 伤到不信主的人 我们要想办法 让他信耶稣 所以我们这里一切都是好的 你来教会就是好的 你接近耶稣就是好的 别的都不要管 你就是一定蒙福 就我们讲的都是这些 我们没有讲 我们蒙福需要遵守上帝的话 我们也没有讲 若是我们不遵守神的话 会有各样的咒诅 各样的灾难 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要有平安 要有美好 却不告诉人 得平安 美好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怕这些灾难 我们却不跟人家讲 躲避灾难 就是要行善 这不是真的爱人 保罗讲很清楚 神把灾难夹在人的身上 新约旧约都是这样 譬如说 撒末尔的母亲 哈拿不能生育 圣经就非常清楚讲 因为耶和华不使他生育 哎呀 圣经没有讲 哈拿就是有一些原因 他不能生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么神后来帮助他生了 那么神刚开始为什么没帮助 刚开始神没有注意 打顿睡觉 各位圣经从来不会怕 讲一切的事出于神 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 一切事出于神 免得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神不能管理的事情 而神是公义的 神的律法 同样的法则 同样的法码 对基督徒外邦人都是一样的 不要忘记 麦子和拜子 是长在一个田里面的 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 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 我们被同样的阳光所造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跟世人外表看来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这我希望每个人都 连想都不会想就有答案的 我们跟基督徒 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永生 他们没有永生 讲得再庸俗一点 我们死后上天堂 他们死后下地狱 庸俗难听 但是是真的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 你如果相信我们都会上天堂 那我们不同道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这我们都知道 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 就是将来他们下地狱 我们上天堂 那现在呢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一起生活的世界 一起呼吸一样的空气 一样的阳光 一样的地球 一样的太阳月亮 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最近我常常讲这一点 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很大胆地说 我觉得 外在的 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喜欢讲 基督教的文明 个人团体 国家 民族 因为他信了基督教 美国就强盛了 因为他信了基督教 这个公司就发达了 因为他照基督徒的 圣经的观点来管理 所以神就赐福 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书 听过很多这样的道 我基本上 其实当然也是相信的 信主有福 这是一定的 不过 我也必须说 不是那么明显 不是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我们看过很多例外的事情 我们看过其他的国家 民族 宗教信仰很强盛 尤其是 在近代 基督教越来越没落的时候 这个情形越来越多 就是 我不觉得 基督徒的平均寿命 一定比别人 长 我们的美丽比别人多 我们的聪明比别人多 我们的社会比别人繁荣 如果有这种 我们基督教的社会 或国家 我不觉得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 但这样的应许 要实现 完全地实现在将来 在现在实现 我们再一次说 圣经有这样的应许 但是也告诉我们 麦子和拜子 很难分得出来 好 讲了这么多 我不是说你以后不可以唱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生命有了真奇妙大改变 我忘记后面讲的是些什么了 是不是以前穷 现在就有钱了 以前不健康 现在就健康了 我也听过很多这样见证 信主以前有这些不好 信主以后就好 我也相信 但是我还是说 这些不是那么明显 很难成为一个科学的法则 那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我们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吧 那我们基督徒在现世 在今天 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 将来我们有永生 上天堂他们下地狱 这我们确定 现在我们钱是不是赚得比较多 寿命是不是比较长 那么身体是不是比较健康 我说不一定 神有这样的应许 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 但是不一定 而且这个应许 不是神最重要的应许 我们今生最多能够得到 跟非基督徒绝对不一样的是什么 是圣灵 是圣灵的那一主 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 因为我们心中有主的圣灵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乃是真理的圣灵 是世人不认识也不能接受的 很可惜 当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的圣子 一个是他的圣灵的时候 我们都拒绝了 犹太人拒绝 我们一般人也拒绝 一个人要信耶稣 把耶稣当至宝 好难啊 一个人要希望圣灵的丰富在我们里面 胜过一切 像以利沙对以利亚讲一样 以利亚说你要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以利沙我要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我的话 我要你的魔术棒 我要你的钱 银行的存折 印件章 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以利沙说 我要那个灵加倍感动我 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灵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 但是我知道 那个是世人不认识的 那个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是耶稣应许要给我们的 我求父 父就把另外一位宝慧师赐给你们 愿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心中有主的灵 我们心中主的生命 主的灵 主的话越来越丰富 使今天的诗歌 刚才领会的弟兄给我们提示的 使基督的荣美 从我们身上显出来 那么当这个世界 基督徒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神给我们律法 要我们遵守 如果不遵守 就有以下的咒诅 追着你 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看 28章讲守法的蒙福 那不过是第一节到第14节 也有讲不守法 不守神法律的 不守神律法的咒诅 那篇幅和分量 似乎是蒙福的 五倍到六倍之多 从15节一直到68节 这么多的祸患 这个祸患 或者这个咒诅 或者神降下来的咒诅 包括什么呢 各位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华人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怕老 我们怕病 我们怕死 我们怕穷 怕没有钱 所以以色列好像也是类似的 所以以色列人离弃上帝 得到的第一个就是贫穷 16节到19节 38节到44节 第16节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 都必受咒诅 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 以及牛肚羊羔都必受咒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产业 你的钱财不多 就是他用的是团面盆 意思就是你每次面都发不起来 烤的披萨都焦了 那么实际上意思就是 你贫穷 你的东西得不到 那么你种了很多 收了很少 38到44节 也讲到这些 这些因为离弃上帝的贫穷 38节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谁多 收进来的却少 因为被蝗虫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却不得吃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被虫子吃了 你全境有橄榄树 却不得其有抹生 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 你生儿养女 却不算是你的 因为必被掳去 各位 这些都用不同的形式在应验 我们今天生儿养女 不算是我们的 不是被掳去了 是他们很乐意地跑走了 我们生儿养女 不是什么别的 是我们常常没有时间 没有力气 没有感情在一起 我们没有办法享受 这也常常 我也常常讲 在婚姻的喜宴里面 哎呦 贵宾席常常是空的 为什么贵宾席是空的 某某大官 某某大人物 重要的人 他来吃 他来祝福了以后 哎呦 我要到下一个婚礼去 没有机会吃 有些人物 我不是在嫉妒他们 也不是在嘲笑他们 我是在说 我们有 但是不能享受 他忙 他要参加另外一个应酬 他没有时间吃 没有时间喝 哦 郭台铭好有钱哦 有飞机飞到全世界 好命苦哦 飞机要把他带到全世界 不能休息 不能怎么吃 不能怎么喝 哇 他很方便 能够跟这个人讲话 那个人讲话 但是他也很痛苦 要被捆绑 要跟这个人讲话 那个人讲话 哇 他见了川普两次 好厉害哦 好命苦哦 他什么时候 他要配合川普的时间 他可能要在自己 睡觉的时间去看他 我没有讽刺 我再一次说 我只是说 这个世界 非常丰富 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在族里 你可能也得到 但是你不能享受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到 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贫穷 有东西 却不能享受 也是贫穷 当然更有那种物质上的匮乏 这个意念很多 比如说四世纪六章一节六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 米甸人手里 以色列人就极其穷乏 除了贫穷以外 不听神的话 带来的咒诅 包括疾病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这里也都用了那个字 这些灾难会追着你跑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许牧师上次讲的时候 一到十四节 这些福气是 就是都随着你 那么福气随着你 灾难是追着你 好像灾难更可怕 更难躲避一样 那么疾病随着你 追着你 在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里面有 三十五节也是 有疾病 这个疾病让我们疯狂 让我们害怕 三四节说 甚至你应眼中所看见的 必自疯狂 那像什么呢 圣经没有多讲 圣经讲 西底家王 最后亡国的时候 仇敌掳掠掠了他 在他的眼前把他的儿子都杀掉了 我是很不敢想象这种事 想到这种事就会疯狂 耶和华会攻击我们 使我们膝上腿上 从脚掌到头顶掌涂窗 无法医治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59节到67节 讲的也很重 那么59节说 如果不遵守这个神的律法 耶和华就必将奇灾 就是治大治长 治重治久的病 加在你和你的后衣上面 然后让你稀少 让你越来越稀少 63节这是神的话 各位对不起 我非读不可 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 使你们众多 也要照样喜悦 毁灭你们 使你们灭亡 那么我们也看46节 这些咒读必在你和你后衣身上 成为一击其事直到永远 刚才少卿有讲到说 我们每个人身上能显出耶稣的荣美 让世人看到信靠神 遵守神的律法 多么的有福 我不知道 信友堂附近的邻居 我不知道你家的邻居 你的同事 有没有说 哇 自从那个家伙 到了教会 信了耶稣 他好多笑声 他好愉快 他好容易跟人相处 他好智慧 我刚刚说不一定 但我们希望是这样 信耶稣 好像真是很好 基督徒 信友堂 教会 人所显出来的 因为信上帝而有的福气 让基督徒成为一个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就是sign 看到我们身上的表现 彰显出来荣美 信耶稣真好 我们要信 以色列人很少有这种神迹 以色列人有另外一种神迹 就是人家看到信友堂 怎么破烂成这个样子 信友堂的牧师 先是忧郁症 后来是巴金森 先又有点气喘 为什么呢 哦 因为他离弃上帝的律法 哦 千万不能离弃上帝的律法 离弃会像那样 信友堂有这样的见证 那多惨呢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见证 Queen Victoria有一次问 那个首相 Disraeli是一个犹太人 Victoria说 有没有什么清楚的证据证明圣经的上帝是真的 证明圣经的上帝是真的 Disraeli说 The Jew Your Majesty The Jew 犹太人是一个证据 你看犹太人的历史 好像圣经所讲的警告和祝福 咒诅和祝福都实现了 神让以色列人 让犹太人经历各样这种灾难 非常的多 耶和华以前怎么喜悦 待你们使你们众多 也要喜悦你们 使你们被毁灭 我在有忧郁症的时候 也能体会到一件事 我希望你们都不要体会到 就是耶和华说 犹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地方落脚 到处都在逃亡 我知道有一个植物 有一种花就叫Wondering Jew 流浪的犹太人 华格纳有个歌剧叫 飞行的荷兰人 流浪的犹太人 没有家 没有地方 总是在流浪 在各个国家里流浪 你好像去犹太人 去的最多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是俄国 在俄国又被逼迫 逃到别的地方 六十五节的下半句 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 心中跳动 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 你的性命必玄玄无定 你昼夜恐惧 治疗 性命难保 你心里所恐惧的 眼中所看见的 早晨必说 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晚上必说 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各位 千万不要有这种经验 好恐怖 早上起来 看到太阳 想到今天一天要碰到的 没有办法应付的事 就说 哎呦 赶快到晚上才好 到晚上要睡觉了 看到黑夜重重 想到那恐惧 哎呀 到早上才好 白天怕过白天 晚上怕过晚上 这恐惧 莫名其妙的恐惧 希望我们都不要有 希望我们有的是 刚好相反 白天太阳一出来 哦 好高兴啊 今天又是光明的一天 晚上黑暗来了 哦 好高兴啊 可以睡觉了 白天来我们欢喜 晚上来我们欢喜 到信友堂我们欢喜 回家我们欢喜 上班我们欢喜 放假我们也欢喜 当我们到哪里都害怕 都不想去的时候 那是上帝的咒诅 包括疾病 这也不是指对基督徒 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 在撒末尔记上五章十一节 神伸手攻击非力士人 攻击非力士人所住的城市 圣经讲很多人就生病 而且城中有人惊慌而死 吓死了 吓死了 在二十三节讲到干旱 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 神会使我们头上的天变为铜 脚下的地变为铁 天不降雨 地不出五谷 像铜铁一样 亚哈的时代就有 那么最恐怖的 实在不想跟各位看 但是恐怕我们都不会去看 还是看一下吧 最恐怖的就是吃人 当人远离上帝 所带来的灾难 不限于以色列人 不限于中国 不限于欧洲 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 每个时代都是 当亚当夏娃犯了罪 以后子孙离开的时候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我们活在死亡和咒诅中 以后可能下一次 我们在讲这个道的时候 生命级快要结束的时候 摩西也有讲这句话 如果你看到经上这些咒诅的话 你听得仍然顽梗刚硬 觉得这是上帝不好 或者这是过去落伍的话 那就有更大的灾 千万不要 千万要赶快悔改 那么 犹太人的灾难 这些也都实现了 我们看一下 一子而食的 在第五十三节 你在仇敌围困 窘迫之中 必赐你本身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你神 所赐给你儿女之肉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 必恶眼看他的弟兄 和他怀中的妻 并他余生的儿女 恶眼看怀中的妻 本来这句话 换一个讲法就是 那只狼 恶眼看那只可怜的羊羔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是 那只羊羔 恶眼看他的小羊羔 柔弱娇嫩的人 第五十五节 甚至在你受仇敌 围困窘迫的城中 他要吃儿女的肉 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 因他一无所剩 五十六节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 是因娇嫩柔弱 不肯把脚踏地的 这就是林黛玉 他好像豆腐做的样 脚碰到地都会碎掉 太娇嫩了 这样娇嫩的人 是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 和他的儿女 他不是想要丈夫的抱 他是要吃丈夫的肉 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 与他所要生的儿女 他因缺乏一切 就要在你受仇敌 围困窘迫的城中 将他们暗暗地吃了 我也读一段 这段经文的一年 在《猎王记》下第六章 《猎王记》下第六章 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猎王记》下第六章 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我王啊 求你帮助我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呢 是从何场呢 是从九藏呢 这话就是他们被围困了 没有东西吃 王问妇人说 你有什么苦处 他回答说 这妇人就是我的邻居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二十九节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 吃了 四日我对他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他却将他儿子藏起来了 这个事情历史上有过吗 有啊 近代有吗 近代虽然没有 这从来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有发生 一次就太多了 一个人就太多了 你看看犹太人 所经历的Oshwitz 不是父子相识 但是那个惨也够惨了 吃人 受欺压 二十五节 还有四十七到五十一节 都有 每个国家 民族 个人 团体 都有这样的倾向 当我们强大的时候 容易止气高扬 容易欺压别人 我希望信友堂强大 我希望信友堂人多 钱多 人才多 但是这一切的多 希望是真理多 爱多 而不是让人觉得好强势 但人都有这个毛病 我们弱的时候被欺负 强的时候就欺负人 我们的媳妇熬成了婆婆 常常就是更严厉的婆婆 这也是上帝的咒诅 这个咒诅是痛苦的 但是的确发生在每个人 每个国家民族上 神是公平的 第二个问题 这个赏善罚恶 或者说守法的人得福 守上帝法的人得福 不守的人受祸 这正确吗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根本不是问题 当然是这样 守法 守上帝的法 当然应该蒙福 不守法 不应该蒙福 应该受祸 问的人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守法得福 不守法受祸 这是不是太功利主义了 让人只为了福 为了利 为了好处 来守法 为了上天堂而守法 我们是不是应当说 该做的就做 不管做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孟子一样 亦有人意而已 何必约利 孟子讲可能有他的理由 不过我们讲 守法 终会蒙福 守上帝的法 终会有永远的福分 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善良 正直 和幸福 快乐 本来就应该完全一致 在罪恶的世界 神有他美好的旨意 这种报应不够清楚 让我们更加是仰望了 永恒的福乐 而更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继续 即使做好事没有好报 行好的没有好报 信对的也没有好报 我们仍然盼望公义的赏赐 就是永远的福气 我们求主帮助 让我们在今生在来生 都能够行善而蒙福 我们越是行善蒙福 我们行恶受惑 我们越能够把善良跟福气 结合在一起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 摩西相信 他为基督受的领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为领辱是暂时的 赏赐是永恒的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限世报 这个让我们不会太作恶 也愿意行善 这个世界限世报不够完全 这让我们更加纯洁的 这让我们更加纯洁的 没有太功利 因为善良跟幸福 本来就应该在一起 第三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一下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 咒诅实现的那么多 祝福实现的那么少 为什么 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有祝福 为什么这个祝福这么少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遵守的这么少 不遵守就有咒诅 咒诅这么多了 以赛亚书第一章 神也发出叹息 你们已经全身被打得 鼻青眼阻 为什么还要被打 神赏 神祝福 人不知感恩 像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一样 我们今天金句一样 为什么神祝福 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们不甘心乐意侍奉神 然后在灾难中 侍奉神打发来的仇敌 而且一再如此 一再如此 为什么是这样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引了生命纪这一段话 就是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蒙福 不遵守就受祸 保罗是这样写的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凡不常照 我想这样很对 很好 不过我们也要说 神的律法里 一定也有祂的福音 神的福音里 一定也有祂的律法 我也不知道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帝的律法 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跟很多团体都讲过 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律法 何等的美 我们在罗马人的著作里面 古罗马人的著作里面 或者英国人 也是很注重法律的著作里面 我们也看到 对法律的尊重 法律的高贵 法律的尊严 罗马人 英国人 他们对法律的尊重 都不如圣经所写的 已经够尊重了 都不如圣经写的 圣经 上帝的律法 比什么都更宝贵 在我们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 一度也有一点这个观念 怎么样富国强兵 清朝末年在一再被人家打败 从一个大帝国 从一个很自大的帝国 从一个木空一切的帝国 我们被打败打败 打败到甲午战争 被小日本 对不起 日本的弟兄姐妹 被日本也打败了 哦 一定要违心 变法 就我们怎么才能强大 学别人的船间泡利 把别人的工厂搬过来吗 就到后来 有人说那都还不够 我们要把西洋的法搬过来 那个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秘籍 你拿到了那个 就功利大经 法律 这个观念 基本上没有错 就只要把那神话的部分除掉 上帝给以色列的法律 或者律法 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好 我们常常在讲诗篇 一百一百一十九篇里就有讲 我从诗篇十九篇 读几句话 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 讲到上帝的自然法则 在管理自然界的自然法则 那些法则的美好 他没有用律法那个字 但是是这个意思 然后到七到十四节讲到 神管理人间的法律 多么美好 第七节 耶和华的律法 全被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第十节 都比耶和华的律法 比金子可羡慕 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好像在清末的时候 那些西方的人到中国来 给他们办教育 给他们开这个 开那个开公路 建铁路 电报 各样的洋务都开始洋务运动 可能有人说 这些都只是花和果 很漂亮 我介绍你根 根就是我们的法律 那个才是最宝贵的 能让你真的强大起来 是吗 法律有这么好啊 一本好的食谱 一本好的交战手册 一本好的管理法则 可能是有这样的果效 上帝的法律 当然更是美好了 可是保罗在加勒泰书三章十节说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想这句话的荒唐啊 凡行律法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保罗应该讲 凡是犯法的都是被咒诅的 你犯法吗 你杀人 你放火 你奸淫 这是被咒诅的 你该被处罚 保罗说 以行律法 守规矩的 信友堂的弟兄姐妹 都是被咒诅的 这不是很荒唐 保罗是什么意思 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各位人可以看得到 也没有看错 犯法是被咒诅 犯法一定不好 虽然很多人想要侥幸 但是很少人会看到 没有人会看到 除非圣灵光照你 你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被咒诅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说引的话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律法好得无比 可怕的就是罪 把上帝最好的东西 拿来做引诱我们跌倒的东西 使我们被咒诅 不是律法不好 是律法太严厉了 雅各书二章八节 他说到要爱人如己 这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结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手注意 全手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当保罗说 凡不张照律法书上 一切所记得去行就被咒诅 法律让我们被咒诅 想要遵行法律让我们被咒诅 想要守规矩被咒诅 为什么 因为那规矩太难了 上帝的法律 第一个 长 你天天守上帝的规矩 你天天规规矩绝绝 做人做事 有一天不行 你就被咒诅 第二个 一切 你守了上帝的法 守了99.99% 有0.001% 没有守 你就死了 更难的 最难的是 你在外表上 通通守了 内心没有守 你被咒诅 你犯了 那下面雅各就讲了 你们若按外贸待人 便是犯罪 在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你们若按外贸待人 我碰到很多年轻的弟兄 请问他们 你们择偶选 女朋友的条件是什么 要漂亮 你犯罪 按外贸待人 不是开玩笑的 也是开玩笑的 这里不是说外貌不好 这里是说 你自己也好 看人也好 要看内心 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 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了人 人就成为犯法的 耶稣说的话 就更明显了 凡看见妇女 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这句话 我们知道他的艰难 所以各位弟兄们 我们都是强奸犯 犯了奸淫 各位姐妹 你也难免要下地狱 因为耶稣说的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受地狱的火 魔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笨蛋 怎么这么笨呢 Stupid 好 我不骂 嘴里没有骂 你心里骂 已经犯了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或者说 从恶里出来的 先一幕告诉我 你的时间已经过 再要多说 就是出于恶者 各位 那些想要守法律的人 守上帝律法人很好 我们必须告诉他 上帝的律法 多么圣洁 良善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违背 所以 想要守律法 是遭咒诅的 因为你守就要死 在马太福音 23章13节到39节 圣经没有用这个字 耶稣对法律塞人和耶路撒冷 发出了咒诅 法律塞人是最守律法的 耶稣对他们发出咒诅 就是他们有祸了 摩西是颁布律法的 认识上帝的 他也在颁布律法 认识上帝的时候 他深深感觉到 律法的美好 以及可怕 生命纪三章26节 当摩西向耶和华祈求 我进去 你让我看一看那个地方 耶和华说 罢了 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 我不知道罢了 有没有犯错 原文好像不是罢了 是够了 Enough 上帝很严厉 你不过是说了一句急躁的话 在我的律法前 你中条都跌倒了 都犯了 所以诗篇九诗篇第九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你如果活在上帝的律法下 就在咒诅下 你如果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来称义 你就一定被定罪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怎么办 各位答案当然很简单 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 包括下半年 包括我们这一生 希望能更加了解 阴性称义的道理 律法不能废掉的 律法只能成全 犯了法就要受永远的咒诅 即便最小的一点点 心里的一点点 都要被咒诅 因为上帝是完美的 那我们怎么办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 只有十字架的救恩 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承受咒诅 我们因信称义 使我们因着信 得着所应许的 各位律法不能废掉 律法只能被耶稣来成全 律法不能被废掉 律法必须常常提醒 包括我们这些 已经得救的人 神的要求是多么的严厉 你需要多么的谦卑 你应当多么的圣洁 你以前亏缺了神的荣耀 现在还亏缺神的荣耀 照着神的律法 你现在该死 这不是玩笑话 这是真实的话 我们必须常常不断地 像今天的诗歌一样 逃到耶稣那里 祂是我们灵魂的爱人 祂为我们成为咒诅 这是唯一条路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同在 求主让我们看到 你律法的美好 是那样美好 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已经在罪恶之下 我们只是会犯法 只是会玷污你 主我们谢谢你 愿你使我们多多的明白 借着圣灵多多的明白 更多的知道 好叫我们更加感谢你 你奇妙的救恩 你奇妙的福音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